打开罐头一股香气扑鼻而来 饭后来罐凤梨片 甜甜的又能助消化 然而有网友去遇到这样的状况 没看错同样的品牌凤梨罐头 网友买的这一罐却是多了 一块一块的鲁白色物体 前按凤梨片量恰巧一半一半 网友立刻辨别出 这块状物其实是野果 然而罐头上的内容物 并没有标注有野果这原料 不死心的网友再开另一罐 状况也是如此 忍不住po出影片 质疑这标示也未免太不实了 都收起来了 可以买吗 就回收啦 实际询问制作凤梨罐的公司 直营超商才了解 原来是委托制造的泰国厂 不小心把标签贴到 另一个有家野果的代工罐头上 一共200多箱5000多罐 9月下旬已经进口到台湾 业者目前已经紧急将罐头 从直营超市和卖场全面下架 而民众若买到可以退飞 好失望 如果好失望 你不会怕 如果真的让你遇到 不会怕 我觉得很惊奇吧 很惊奇吧 因为不知道这里面还会放野果 你看你会敢吃吗 应该敢 应该还是会去问一下 吃完才去问 不会 我打开大概顶多吃一口吧 还是去问问看吧 应该不会吃吧 为什么 因为跟罐头前面说的不一样 只是影片播完 马上有网友前往他家卖场 碰碰运气 看看能否碰到这样一种价格 两种享受的奇遇 然而老牌凤利罐头却出现这样的乌龙 虽说标签是代工厂贴错 但为何让产品还贩售 评管有无疏失 业者恐怕还是难辞其咎 截圣中原济云台北报道